會負責伏劃的工作 那除了用來幫他撤雕之外 在展示燈裡面 還有一種皮條 呈現橘黃色 非常非常的亮眼 但是需要比較少的 就是他們的親戚高歡撤雕 他們其實還有另外一個名字 稱之為短暗 可能會把他吃掉 所以他爸爸們就必須要把媽媽趕出巢穴 可以因此高歡撤雕 他們就會天下大亂了 那除了這些小魚之外呢 我們可以看到展示燈的上班 有一隻非常大隻的鯊魚 各位來賓 他是一種群牛性的鯊魚 一生呢都必須一直流 一直爐 如果最後有一天他停下來 也就意味著他死亡了 那各位來賓可能會放棄 他到底要怎麼休息呢 答案就是由他一眼 那也因為俄漢大概就是 相反的呢 也就是跑迷你鯊 一些底氣型的鯊魚 讓牠們今天游泳了 就可以在展示燈的底部休息 那在展示燈裡面呢 在底部還有生活著一種叫做 螺蟲船的生物 他只有在吃飯的時候 以及泡雞蟲比較浪秀的時候 傳入整條出現 跟大家介面喔 可以看到這次文言 也也是各位來賓的左手邊 有一條長的好像是海蛇的生物 他就叫做螺蟲船 也叫做水漢 他平常嘴巴都會開開合合 原因就是因為他在呼吸 因為他並沒有存在 漂亮的巨腳呢 都一定非常非常的興奮 非常非常的漂亮 可是很重 當然其實有提到 如果巨腳要生一個肉高肉狀 控制溫度是很重要的 但是如果去穿透的話 讓海水的溫度升高 也就意味著這些巨腳 他們在生存上 已經受到的威脅 那其實很多巨腳呢 都是很多食物 很多食物的食物來源 像是在展示燈的上層 有一種有住著一種頂級的 例如食者 也就是海報 相關過的來賓呢 可以在兩點半的時候 樓上三樓的海報展示燈 請給大家聽說